看了风起洛阳,不少观众都喜欢拿这部剧跟2019年的《长安十二时称》进行比较。 这两部剧的故事背景相同,都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唐朝,故事题材也非常相近,都是以查案为主,都是基于马伯雍的原著改编。 两部剧也都是采用了实力演员加刘亮爱豆的主演模式,前者是雷佳音加一阳千玺,后者是黄轩加王一博和宋茜。 不过两者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,其中一个就是风起洛阳增加了感情戏,并且还是两对。 黄轩饰演的高炳竹和宋茜饰演的武思月有感情戏,并且还在前几集就有了吻戏。 宋茜饰演的武思月出身名门,凭借自身能力成为朝廷内卫,在与高炳竹的相处中慢慢爱上了他。 还有王一博饰演的白李鸿逸,在剧中可不仅仅是单身美男的人士哦, 不过也确实是美男,只不过不是单身就是了。 和宋茜饰演的柳然有着感情线,两两配对男女搭配,查案不累。 先来看看原著一度为快。 在原著中,白李鸿逸和柳然是青梅竹马,从初相识的谁也看不上谁, 外人面前装恩爱夫妻,到后来的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情深。 在她的背景故事中,父亲被杀害,迫不得已和女儿柳然结婚, 在相处过程中慢慢地交付了真心,可柳然的叔叔是白李鸿逸的杀父仇人。 由此可见柳然和白李鸿逸的感情必定十分坎坷。 王一博和宋茨还有同床共枕的戏份, 照片中的王一博单手枕着头,表情严肃地看向某一处, 身旁的宋茨则是非常开心的笑着,两人情绪对比形成了反差。 这一幕应该是两人已经结婚,但还没有感情, 符合一开始人物设定。 其实在开拍的时候,王一博和宋茨的路透就已经满天飞了, 大家已经从中找到了很多的糖。 开拍前,王一博和宋茨一起现身片场, 王一博一把拉住宋茨的手腕,将她拽到自己身后。 拍完后两人聊着天,宋茨还捂着嘴偷乐, 弄得我们酷盖都笑场了,这画面可太甜了。 除了这些,两个人还有当街撒狗粮, 身着清秀衣裙的宋茨,当中拥抱了王一博饰演的百里红意。 甜蜜过后,她还牵着对方的手,激动关心, 而我们的小郎君愿由着面前的姑娘拥抱拉手, 从她的反应看,虽然愣了些,但也绝非无情。 不然早就把人家推开了,毕竟男女有别, 总是要固执点风评的,不是吗? 大家都知道王一博自从陈情另一句飞升顶流之后, 那资源真的是好到飞起。 电影资源就不说了,单说电视剧,说也奇怪。 王一博总共出演了三部古装电视剧, 两部都是跟姐姐类一人搭档, 而且岁数差得还不小。 像是之前热播的尤斐,搭档大她十岁的赵丽颖, 而这一次则是搭档大她八岁的宋毅。 尤斐因为是赵丽颖的产后付出之作, 明显看出状态不是特别好, 所以她们的CP感并不是很强, 但是男人感十足的王一博与宋毅搭档起来还是十分和谐的。 再加上先婚后爱这么玛丽苏的剧情, 感觉是不是要上女星爆棚啦? 又有拥抱又有同床共枕, 相信王一博宋毅这对CP的糖绝对不会这么少, 值得我们期待。 不过要是封起洛阳里都是情情爱爱的话, 不就和其他古偶没啥分别, 之所以她能提前吸引到这么多粉丝的原因, 除了强大阵容, 着手描绘中国十三朝古都洛阳的美, 亦是全剧的核心和卖点。 而且再好的情侣CP也需要身逢好事, 封起洛阳中塑造的世界看上去大唐根基安稳, 但实际上则是暗流涌动, 各方势力在暗中搏斗, 图谋推翻女帝统治, 心怀鬼胎之人数不胜数, 该剧的感情线并不是重点, 而只是编织剧中主要人物关系, 推动剧情发展的锦上添花。 不过古装CP一向都比较好刻, 也备受观众青睐, 尽管感情绪在剧中不可能占据太多戏份, 但黄轩和宋倩, 王一博和宋毅, 这两对CP感十足的情侣CP, 又怎么可能忍得住让观众不嗑的道理? 那么剧中你占的是哪一对呢? 总体来说, 这不备受观众期待的风起洛阳, 无论之主创阵容, 作品质感还是故事题材, 都是眼下非常不错的高品质佳作, 后期只要保持住前面节奏就好, 宣传方面也要用心一点, 不要再出现开播第一天的事情了。 正片延后播出了, 观众还没看到有多精彩, 这各种剧情热搜就已经给整上了, 而且翻到豆瓣评论区诸多五星好评也提前到位, 正片还没出神通广大的观众已经看到, 离奇的故事紧凑的剧情, 甚至有人还一口气看了六集, 这条评论还一下子获得了九千多个赞, 唉, 也是佩服, 还有这潇潇洒洒的剧评文字, 才华横溢啊, 可是结合着发布时间来看, 尴尬感简直要从屏幕中溢出来。 好了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,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, 与我们互动, 我们下期再见啦。